有一個客人要來剪頭髮 那他的髒片其實應該差不多要打理了 只是他這次沒有越打理還是越剪頭髮 那還是想讓各位看看 就算你的髒片沒有打理 你把旁邊的頭髮定期修剪 其實樣子還是會差蠻多的 所以記得要定期剪頭髮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來看一下他頭髮長什麼樣子吧 其實髒片下面還是很整齊 然後上面長出了一點髮根 但是整體來看挺浮雜的 那為什麼咧? 旁邊頭髮沒剪 如果旁邊頭髮剪掉了之後 其實整個完整度我覺得應該還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剪一下頭髮 再讓各位看一下會長什麼樣子 OK 那我現在已經剪完頭髮了 像他那麼長的髒片 平常我應該會剪一個小見辮 只是他比較喜歡 光一點清爽一點 所以我就還是剪了一個高見辮 那你剪完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綁起來 然後會讓整個髒片長出來的地方 不會那麼明顯 那當然他還是會有一些小細毛 那就是等打理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打進去 那基本上剪完頭髮 就可以乾淨很多了 所以記得要來剪頭髮 對了記得是要來找我剪頭髮 怎樣變這個髮型 旁邊要剪多段 控制他的比例 我們是專業的 還是交給專業的吧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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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